这个叫我们的那个股票的配股 也就是说呢 这个股东姓名 他的业绩应该配多少股份 这边都有一个配股数量表 你可以查表 比如说500万以下的是1万股 500到1000是25000股 依实类推 还有应该缴多少税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这件事情完成的话 那他有跟我们讲一下公式 所以你可以从那个我们的这个档案里面有这个 那里面的话就是大概会有这些事情 不过你可能看了半天还是不知所云 不过没关系 你只要看中你就可以了 命名 命名 那我照这个方式来做一下 首先第一件事情 先检查一下 你的名称管理员里面 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有没有资料 有的话呢 请你先全部删掉 我们重新来过 因为他已经有帮我做一些些了 我都通通不要 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先把总发行股数定义一下 这边有个叫定义名称 定义名称按下去之后 把它叫什么 总发行股数 他以后就是总发行股数 就是他发行的总共有2500万的股份 股数 然后呢分配银鱼就他 所以一样定义名称 那按这个定义名称 他的好处是自动会帮你把前面栏位名称带过来 按确定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直接在什么 在这个储存格的哪个地方 你会发现这里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名称 所以以后你知道看到了 那个资料里面其实很神秘 因为有很多朋友问我说 老师为什么很奇妙他明明没有一个东西 为什么他可以用一个名称来代替这个范围 就是这样做的 总发行股数分配银鱼 那底下的话呢 这个股东姓名到限持有股 股份排名 这个我整个全部都要做快速的名称定义 比如说股东姓名就指的是下面的范围 原有股数就下面范围 那以前的做法是选Ctrl Shift向下一个 然后做什么 从选举范围建立顶端列 但是你要做几次呢 总共八篮八次 教过一个方法最快 点这边Ctrl Shift向右再向下 把它全选对不对 Ctrl Shift向右向下之后 从选举范围建立顶端列就好了 它会自动帮你把这些栏位通通一次全部做完 它的好处是这样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名称管理员里面 就会多了这些 股东姓名 股东姓名有没有 在这里 定义好了 有没有 然后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 其他的也都帮你做好了 所以 像什么 控税后的现金鼓励 就这一个 它会自动帮你已经定义好了 你就不需要去定义 利用那个从选举范围建立非常快 然后再来就配股数量表 这个我等一下也会用到 所以把这两 这个底下的名称Ctrl Z 再选它一下 把这个范围定义成什么 定义成叫做配股数量表 Ctrl V 记得不要选到栏位名称 在这里 按Enter 那以后的话 就会 这个范围 就配股数量表 当然你也可以 按定义名称 不过我觉得按定义名称在打字 好像没有这个快 税率表一样 点两下 Ctrl Z 把这边 选起来 贴上 好 做完这些动作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计算了 首先第一个 分配股数 我怎么知道说 它有1400万的业绩 要分配多少股数 那我就在这边看一下 应该3万5千股 那以前的做法你要怎样 3万5千股 这个是890万 2万5千股 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 干脆就比较聪明一点 可能就是旁边有个对照表 慢慢key 不过 这个方法当然 如果你要做完 很浪费时间 怎么办呢 简单的方法 一样用什么 查盘数 V度盘数就可以解决了 那V度盘数查什么 查它的业绩 但是特别注意 后面是以万元为单位 所以你要除以万 对照表在哪里 F3 它叫配股数量表 这边有 因为刚刚有定义好了 查什么东西呢 查它的那个 第几栏 那你会发现 配股数量表里面的 第一栏 其实主要是查第一栏 查第二栏 第二栏不是我们 我们要把第三栏的资料带过来 所以这边请你输入 输入3 比对方式特别注意 它不可能一模一样 500万 1000万 但是V度盘就只会找什么 往下的 小于 小于的 小于500万 应该是找这个 它会帮你找最接近的 找最接近 但是不大于 然后一个 OK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就输入啊 这边就不是零了 输入1 找最接近的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会帮你带出35000 3万5000股 确定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做完了 那现金股利 一直到排名 在我们的那个里面都有 他一定要我们做什么 其实刚刚第一个 配股数量表完成 税率表 底下还有这些 可以把它逐步完成 其实这些都可以用名称来代替的 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把那个 我刚刚讲的部分 先完成 先把那个名称定义部分 接下来 现金股利 现金股利 它是一个公式 你可以看到这公式是什么 在第三个这个 现金股利 就是以原油股数 与 与就是加 分配股数 的总和 除以 总发行股数 再乘以分配盈余 那如果说你将来 假如名称都已经定义好的话 这个时候 请你善用 F3 就可以把 这个公式做完了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我只要 你只要告诉我公式 然后做一次给各位看 就是它原来有的股数 原油股数 它原油股数 加上分配股数 所以直接等号 那你就按F3 原油的股数 这边有没有原油 有了 然后 刮胡一下 前刮胡 加上分配股数 分配股数怎么指定 就是 直接按F3 加分配股数 所以往 分配股数在这里 然后刮胡 除以 总发行股数 那总算以前是点的 不过我们这边 一定要按F3 总发行股数 直接呢 找到那个 总发行股数 有没有 在这里 然后再乘以什么 分配盈余 F3 分配盈余 把这个公式就做出来 那这样的话 打勾 我们的公式 就完成 那以后的话 自然就会比较清楚 因为 我们是用名称 来代替一个 有意义的 有意义的储存格 那这样的话 来看 那个 你相关的资料 就会比较清楚一些些 好 那税率应该 缴多少税 税率表里面呢 是 股票所得 多少 到多少 缴多少税 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 它的标题 是在什么 在 左边 不是在上面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说 将来你的那个 标题是在左边的话 请 注意 要不就是怎么样 把它转置 Ctrl C 有没有 你可以怎么样 转置的话 我在旁边这边 选择性贴上 这边有个选择性贴上 转置的话呢 就是把它转个90度 它的 有没有 它的那个 栏位名称 如果你转置完 你可以用V路函数 但是如果你不转置的话 请你用 HLOOKUP 所以用的函数呢 特别注意 不一样 那我们用 税率 插入函数里面 用那个HLOOKUP 那用法其实差不多了 LOOKUP 查什么 查它的现金股利 这个地方的话 我看一下它的公式 它的公式是 税率表是 原油股数 与分配股数 的总和 所以两个都要加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是 它原油股数 原油股数的话 一样 我们就直接按F3好了 原来有的股数 加上分配股 特别主要 加分配股数 加上F3 它这个一个格子 有个缺点 只能够按一次F3 所以如果你要按第二次F3 下面按一下 分配股数 分配到股数 那我就把它剪下来 再放上去 这个双引号可以拿掉 因为这个地方 不需要双引号 一个名称 前后不需要双引号 然后一样是以万元为单位 所以这边的话 除以一万 然后对照表的话 是F3 是税率表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找到税率表 然后第几列呢 一样是税率表的第三列 所以把第三列带过来 比对方是记得用1 找最接近的 他就帮我查到税率 点两下 那扣税后的现金鼓励的话呢 这边是现金鼓励 刮虎 1减到税率 所以你如果不知道没关系 你就直接怎样 现金鼓励 这边是等于F3 有没有一个叫现金鼓励 刮虎 乘上1减掉F3 税率 好 这边有个税率 好 刮虎 其实这个F3指的是他们的 什么呢 他们的栏位名称 OK 那排名的话很简单的 排名的话就是插入函数 我们用那个Rank 用那个统计里面 应该是在统计里面的Rank 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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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 这个函数 那 他的扣税后的现金鼓励 参考F3 哪一个范围呢 一样是扣税后现金鼓励 里面呢 他的在这个范围里面 是排第几个 按确定 排第35个 OK 所有都出来了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 把这些 利用什么 F3 就是名称定义好之后 再利用F3去存取 那这个公式呢 就会变得可阅读性 就会高很多了 OK 好 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那最后的话 当然你做完 可能每一次都要再做一次 最好是可以什么 清除 计算 也是一样 按下清除 全部清掉 按下计算 全部会帮你计算好了 这个怎么做出来 诚实会很难呢 其实这前面好像讲过类似的 清除的话就清除 这几栏 计算的话呢 我直接就做一件事 把公式带到计算 里面 范围固定 就是那个回圈 然后呢 里面的话呢 针对这几栏 丢什么 丢公式 OK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那完成的画面 如果各位要参考的话 可以看一下 这个应该先定义好名称 再利用那个F3带出公式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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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